雙十一餐廳活動 只要名字有滾滾兩字的人 就可以免費用餐 我們在台南實際找到蘇滾滾本人 影片不到一天就超過十二萬人點閱 新聞裡面還有個亮點 我以為是要填字是不是 蘇依依嗎 我這樣講會不會被揍啊 街坊民眾陳先生回答活潑逗趣 戴著橘色口罩有著濃眉電眼 似乎有點眼熟 立刻被本思發現 原來是原子少年火星的陳俊廷 我有嚇到可能是因為剛好工作結束 人家不會認出來 因為我平常還會戴眼鏡 他們就說 剛開始他們都說 這個好像陳俊廷 可是聽到我的笑聲的時候 他們說哇這絕對是陳俊廷 當天到內湖電視台錄影 陳俊廷當時準備趕下一個行程 原來是被這兩個字打動 他突然跟我說不好意思 方便跟你做個街坊嗎 我之後也有一個街坊的影片會出來 對然後那段時間在拍那個街坊的時候 其實我壓力超大 而且很挫折 不少網友認出歪樓 和不可能有這麼帥的路人霸 怎麼出現在新聞裡 陳先生 陳先生 以後我要叫你陳先生 還是我一名叫陳先生就好了 我真的改名叫陳先生 陳俊廷笑說中文不好 會再好好念書 當天他也靠火星的其他團員 這樣一束怎麼念嗎 然後Max就很帥的回答 我說這應該念束吧 然後我說為什麼 他說一盒一束 超認真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才很笑出來 其他留言也關注到 蘇滾滾本人的高顏值 他也透露要週五晚間 帶父母大事一頓 資訊是爆滿的 然後說滾滾該請客 或者是滾滾該糾團 不少人還提及其他生僻字 像是一束往左撇念主 往下一勾是絕 一橫上面一點是頭 窘等等的特殊國字 讓民眾上了一課 TVBS新聞 吳俊文 宏廷 張詩雲 臺北常常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的視訊 請 裡面 感谢观看